这是一座女子监狱,但里面的狱警却都是男性,看着恶魔妖娆的女球们,点狱长和狱警们乐开了花,对着女球各种折磨,关禁闭,用高压水枪铃,各种手段简直害人听闻,甚至那些不听话的女球,还被当作奖励送给狱警,然而造成这一切的,正是眼前的点狱长,这天领导来视察,点狱长就把女球们集中起来,表演节目欢迎领导,领导对此非常满意,连声夸奖点狱长会办事,他无视女球们仇恨的眼神,挨个叮嘱他们潜心 改造,这时人群中一阵躁动,随后一个半死不活,脚带镣铐的女球被狱警拖了出来,领导看着小美妩媚的脸,赶紧问是怎么回事,点狱长说小美多次越狱,是个极其危险的存在,但领导是个怜香惜玉的,看小美晕倒在地,赶紧凑过去嘘寒问暖,谁知小美突然睁开眼睛,随后一跃而起,朝着点狱长眼珠子就戳了过去,但因为被折磨得太久,他才没有得手,这一幕下的领导瘫坐在地,裤子很快也试了一片, 女球们见此哈哈大笑,他们把手里的乐器吹得震天响,还有的直接冲上前,一把扒掉领导的裤子,面对狱警是警告,女球们完全不带怕的,当狱警们鸣枪警告时,他们才安分下来,而点狱长的升职计划彻底没戏,气愤的他让女球们搬石头,不完成任务就不让吃饭,而小美作为罪魁祸首,则被绑在树叉上罚站,她的脚边有几只警犬,只要小美体力不止倒下来,就会被撕成碎片,点狱长看着这一幕心情愉悦,随后她喊来四名 手下,让他们给小美点颜色瞧瞧,四人担心被小美报复,还特意戴上头套,在小美的死亡注视下,就这样一连做了四场瑜伽,山上的女球们看得热泪盈眶,看着小美仇恨的眼神,点狱长知道留着她是个祸患,她决定把闹事的女球全部处死,球车里小美奄奄一息躺在地上,而其他女球则愤怒地盯着她,如果不是小美袭击点狱长,他们也不会被处死,于是他们对小美一阵拳打脚踢,把怒火都发在她身上, 很快小美就没了呼吸,听到动静的玉瑾担心出事,就赶紧下车查看,她一连踹了小美好几脚,小美都没有丝毫反应,她就准备把人拖出去埋了,这时小美突然睁开眼睛,直接勒住玉瑾的脖子,一个用力就把玉瑾送走了,另一个玉瑾听到动静赶紧上车,却被女球们一拥而上,原来这是他们为了活命,共同演的一场戏,当点狱长带着人追来时,现场只剩下球车的残骸,这可把点狱长期的不轻